在0.00的时候 我们把测量物体放在测量台上 稳定后按红色的面线记忆 样品在空气中的重量 等稳定后把产品放在水里面 水中吊缆里面 等数值稳定后 再按一下红色的面线记忆 样品在水中的重量 屏幕直接显示出样品的密度 按F键直接切换体积 然后我们把样品拿出来 按一下SET 管轨到下一个样品的测量 完成!